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国内疫情加剧基本传染数再次回弹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指出 全国基本传染数已经连续5天超过1.1 昨天再次上升到1.12 诺西山在脸书贴文指出 全国有多达12个州属和直辖区 基本传染数都超过1 更有6个州属突破1.2 吉打的指数最高达到1.28 紧接着是登加楼1.23 彭亨以及霹雳1.22 马六甲和三美兰1.2 其他基本传染数则超过1的地区 包括了雪兰鹅 如佛吉隆坡布城河沙拉越 吉兰丹河沙巴则分别0.96 以及0.9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印度发现的变异病毒株B1617 已经在44个国家出现 遍布6个全球区域 世卫将这个变异病毒株 列为引发忧虑的病毒 意味着种病毒更危险 传播力更强且更致命 甚至有可能导致疫苗失效 世卫指出 除了以上的44个国家之外 他们还收到另外5个国家的相关报告 截至5月9号过去一个星期 全球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略微下降 其中新增确诊病例就达到550万宗 新增死亡病例则达到9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 东南亚区域已经连续9个星期 呈现上升的趋势 新增病例比之前一个星期增加了6% 在这些区域有95%的新增确诊病例 和93%的新增死亡病例都来自印度 以巴冲突恶化 以色列星期二空袭加沙地带 炸毁了一栋13层的建筑物 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哈马斯指控以色列轰炸民宅 不过以军反击大楼内逆藏哈马斯军官 空袭歼灭了15名的敌军指挥官 哈马斯誓言将会报复 把特拉维夫炸成地狱 战机和炮弹声持续笼罩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两国交火升级 以色列星期二出动了80架战机 对着加沙地带狂轰滥炸 城镇处处冒着黑烟 多栋建筑物被摧毁 乙军还炸毁了加沙地带 移动13层楼高的建筑物 一枚接一枚的炮弹往下头 民众吓得匆忙逃出建筑物 全民性的炮火 宣布 我们的处理 沙地预压 我刚才看到了 我们这里 有鱼的车 你们看 哪里 五个月 我们看到了 我们现在被创造两个人 我们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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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们在山西 一边 小亲 在山西 我怎么用 七十个社会 住在走 孩子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宣称 以军轰炸的是一栋民宅 这场空袭导致至少30人死亡 其中还包括9名小孩 另外还有203人受伤 不过以军表示 这栋建筑物逆藏了很多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 以军成功炸死了至少15名指挥官和多名哈马斯成员 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的同时 哈马斯也疯狂地向特拉维夫等多个地方发射火箭 以防随即下令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民众马上到防空洞避难 哈马斯宣称在5分钟内发射超过100枚火箭 以军发射导弹拦截 并下令马上关闭特拉维夫附近的机场 禁止所有飞机起飞 哈马斯誓言要把以色列炸成地狱 其中一枚火箭就落在阿什克隆 炸毁了当地一个仓库 从加沙地带遥望 也能看到仓库上方出现已大票火球 情况害人 多个城市的大量建筑物 巴士 轿车全都被炸毁 综合多个城市 至少有两人被炸死 上百人受伤 包括一名女婴重伤送院抢救 哈马斯首领伊斯曼哈尼耶 随后向以色列撂狠话 如果以军准备升级战火 巴勒斯坦奉陪到底 会尽最大的能力对抗以色列 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也向巴勒斯坦喊话 一定会加大力度重击对方 哈马斯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协调员文内斯兰警告 以巴两国很快就会全面开战 中东局势令人堪忧 以巴两国激烈交火的同时 巴勒斯坦民众在拉马拉示威 抗议以色列侵犯了巴勒斯坦的领土 以军随即出动好几辆战车 发射大量的催泪弹 驱散人群 场面混乱 上千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二 在拉马拉高举国旗抗议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 试图占领圣城耶路撒冷 驻守检查站的乙军马上出动 开着装甲车一面发射催泪弹 一面追赶示威者 民众随即四散开来往各个方向逃跑 期间还有示威者对着乙军放烟花反击 至少有一名示威者被以军逮捕 泰国学运领袖勇敢抵制 朱安智政权在老李绝食抗议 五十天之后获释 绰号企鹅的泰国学运领袖巴勒 因为抵触冒犯君主法而遭到逮捕 他在监狱绝食抗议超过五十天之后 星期二获准保释出狱 受到大批的支持者迎接 法院指出当事人承诺 不会重犯侮辱君主的罪行 因而获得保释外出 但是巴黎尚未证实此事 绝食抗议不低头 经历超过五十天的禁食之后 巴黎被救护车缓缓再送出去 迎来了英雄式的欢迎 数百名支持者围绕在他的左右 高举三只手指向他致意 感谢他这些日子以来 勇敢抵制专制政权的付出 巴黎在三月抵触冒犯君主法 被泰国政府起诉 但是他并不认罪 并发起了绝食抗议 到了4月下旬 便因为失去了12公斤的体重 而被紧急送到医院治疗 刑事法庭指出 巴黎已经发表声明 如果他获得保释 他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来侮辱泰国的君主制 也不会参加任何会引起骚动的活动 自去年7月爆发学运以来 已经有86名领袖 因为违反冒犯君主制 而被当地警方逮捕 目前正在等待审判 如果被定罪 每项指控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 而曾经被囚禁的学运领袖 更指控 泰国当局对待他们的方式 并不人道 他们认为我们的孩子 并不是人生 并不是人生 而一半的最糟糕 他们禁止所有的知识 他们不让你 чит书 因为泰国想要学书 而他是学生 但毋避免得要书 目前泰国还有很多学运领袖被囚禁在监狱当中 但是他们过去所留下的火苗已经点燃了社会意识 支持者持续在刑事法庭外聚集抗议 期待当局能够聆听他们的和平诉求 释放学运领袖废除恶法 俄罗斯喀山星期二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校园强击案 一名年轻枪手在一间小学发动攻击 酿成至少11个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 枪击案震惊社会 总统普京也下令要加强枪支管制 这起枪击案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早上9点半 枪手干案之后引发校园恐慌 不少人更从建筑物的二三楼跳楼仓皇逃生 犯案的19岁青年较后已经被警方逮捕 他是这一所学校的毕业生 合法拥有枪支单独作案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 普京已经下令要拟定民众持枪种类的法规 防止发生校园枪击事件 西非象牙海岸是全球最大巧克力原料 可可的生产国 殊不知庞大的产业链 是由数以万计同工撑起的 这些孩童被剥削 身心健康 创拒痛身 即便劳动条件再恶劣 也选择默不作声 背后的残酷真相 是因为无力对抗极度贫寒的出生命运 只能够以劳力来换取一餐温饱 巧克力的甜味让人难以抗拒 是浪漫的代名词 但现实总是残酷 全球盛产可可的象牙海岸种植园 就是残酷和苦涩的真相 因为这片土地充斥着同工和儿童饭运的烂窗疤 芝加哥大学一项研究数据显示 2018到2019年 有多达80万名主要来自布吉纳法所 以及马里等内陆贫穷地区的男女孩童 在象牙海岸从事与可可有关的劳动 他们个子弱小 却得背着超过他们所能附和的重物 有人从未获得分文 长期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只要主人愿意提供三餐 那就够了 为了解开这个紧箍咒 当地政府提高执法监察能力 连同妇女部警方以及其他组织和协会 深入农民社区提供教育和培训 希望多管旗下改善剥削同工的顽疾 202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 象牙海岸有71% 年龄界与5到17岁的儿童暴读入学 情况比早年来得好 不过随着全球对巧克力的需求越来越高 可可行业可能出现供应缺口 同工奴隶的问题恐怕难见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温度 weniger 数字 解码 海岸 πο 云 中国最新展口苦茶显示老龄化的现象加剧 欢迎回来中国昨天公布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调查 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在去年达到14亿1100万人左右 依然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了超过18% 相比10年前倒幅上升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恐怕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压力 从人口总量上看 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是放缓的 但仍然保持了平稳增长 202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1亿人 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 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数据显示中国过去10年人口增长了7200万人左右 平均增长率只有0.53% 另外15岁到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到8亿9400万人 比2011年的最高峰值下跌了大约5% 同时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 相比10年前上升了超过5% 中国国家统计局长 明急者坦言 最新的普查数据反映了中国人口 开始出现结构性的矛盾 像是劳动年龄人口和生育年龄 妇女规模下降 老龄化程度加深 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等 而老龄化已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外界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当地人口势必将进一步减少 人口众多的印度恐怕将在2025年 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本赛季英超红膜曼联 主场对上莱斯特城交点站 星期二傍晚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开梯 结果曼联1比2输给了对手 拱手让领先10分的蓝月亮曼联 提前三轮称霸 也是他们第五次拿下英超冠军 曼联输球之后 曼联的官方很快就发布夺冠海报 场外的球迷们各个兴奋不已 狂欢庆祝 外界认为曼联拿下本届的英超冠军 可以说实至名归 因为本赛季他们进球最多 失球最少 而且各项统计都符合英超王者的身份 换句话说曼联同一时间 也已经闯入欧冠决赛 一赛将在这个月底开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